差价合约的跟单系统,靠谱吗? 跟单是指交易者跟着盈利能力较强的风险交易员或者职业分析师一起作单,跟随他人的交易策略作单。 差价合约跟单系统是指能自动跟随他人的交易策略自动完成作单的交易系统。 差价合约的跟单系统是否靠谱,取决于两个因素。 第一是跟单的对象。 如果跟单系统的跟单对象本身就无法实现盈利,那么跟单系统是肯定无法实现盈利的。 第二,在于跟单系统本身的稳定性。 不能因为网络、服务器等原因出现延迟的情况,否则跟单不及时也是无法实现盈利的。 跟单模式的关键就是良心共赢。 随着金融差价合约产业的发展,社交金融在差价合约领域必然会产生新的独角兽。 互联网欧铸欧模式已经开始渗透到各行各业。 在差价合约交易领域,通过网络两端连接风险交易高手和投资者,进行资源和交易的匹配。 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商业模式。 在跟单这个O2O模式中,多方都能受益。 其最出名的就是复制跟单系统服务。 作为一名风险交易员,如果你没有时间盯盘,复制如何制定交易策略。 那么,跟单服务就可以帮助你解决这种烦恼。 跟单系统很适合大多的风险交易员。 在于个人观点看来,主要在于三点。 第一,门槛很低。 目前复制跟单的最低金额仅为美金100元。 入金门槛则仅为美金50元。 但个人建议最好在美金1000元以上,能更好的风控管理。 第二,操作很简便。 登陆其官网或者手机APP。 在风险交易高手榜上选择适合自己的交易高手。 点击复制按钮即可跟单。 高手榜基于大数据和智能算法生成。 在选择高手方面,可通过交易高手的个人主页。 查看亏损订单最大开仓准确率、盈利率等详细历史数据。 分析比较后做出选择。 第三,自己能掌控部分风险。 比如自己选择的高手,出现不寻常的交易。 我们能单方面选择停止复制。 马上止损,减少最低的亏损。 然而正也是因为如此。 衍生出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戴善老师的参差不齐。 市场上大多数的戴单者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推广市场,赚取用金收入。 所以对老师的要求并不是太严格。 甚至有些平台只对刚入门的交易员做了十多天的培训,就冠上了老师的头衔,开始带单。 当然也是有少部分的风险交易高手运意出来带单。 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随意地跟单交易。 毕竟交易者在带单时的心理跟自己交易时是完全不同的。 我之前的视频,也有介绍过如何使用跟单系统App。 当然,我也欢迎任何想更进一步了解,直接联系我。 最后偷偷告诉大家,我有提供免费一对一的风险交易员培训。 能让你也成为风险交易员,让别人跟你的单子达成共赢。